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原始恐懼模組 我是老頭Oddman 呀我們今天又回來了方舟生存啦 那我們今天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其實呢也就是講恐懼模組的東西 不然回來要幹嘛 哈哈哈哈好不好 那今天也是一樣啦 稍微跟各位講解一下 這工作台裡面的一些小小資訊 以及我發現的一些事情 就是呢上一集 我不是有說過我不知道 那個東西在哪裡啊 我不知道這是幹嘛的嘛 那有觀眾留言跟我講說 哦這個是拿來做馴服BOSS的材料 然後經過我反覆的抽屍剝解之後 發現 我終於知道他是拿來幹嘛的 他是拿來馴服我們上次遇到的那個飛龍 以及 野生的獅尾獸 野生的那個獅尾獅 應該是這樣念獅尾獅吧 啊管他的我有點忘記了 石舊獸 欸不對石舊獸是我們外面那一隻 反正就是那些種類的 哦那這個呢我要稍微提點 提及一下吼 這個道具跟這個BOSS傳送門呢 我們自己身上本身這個BOSS傳送門呢 哦這三個傳送門 他跟恐懼 他跟原始恐懼模組是分開的哦 你們要自己去額外下載恐懼原始恐懼模組的BOSS BOSS版本 就等於是說該怎麼講 呃我想一下要怎麼說明 呃等下這隻真的很吵 我想要把他殺掉 你知道嗎 一直在那邊叫 啊不管了 總而言之呢就是呢 你裝原本的原始恐懼模組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有遇到BOSS級的生物在這個地圖裡面 啊你必須再額外裝一個他專屬的擴充插件 啊原始恐懼BOSS模組就這樣子懂了吧 才會有我剛剛給你們所看到的下面這三個傳送門 哦其實這不是傳送門 這是他們的飼料 那我們之前遇到的那一隻 呃有顯示繁體中文的那一隻斯韋歇呢 哦他是吃這一個的 我後來測試有發現 然後後來呢 像是會有Alpha啊 或者是這個頂尖的BOSS啊 這個這個基本上在外面都會遇到 然後也是野生的 然後要依照這上面的這個階級去餵死 通常只要餵一次就可以起來了啦 非常的輕鬆啊 好所以說呢 老頭呢這次呢出門之前 我應該會先準備這三這個傳送門吧 好因為我材料都夠了 欸不行哦 我們的BOSS能量不足哦 哇這有點小小的尷尬 4這個是4嘛 呃這個是10 欸夠哦 哎呦20 20 30 34 欸這樣可以哦剛好哦 我們可以各做一個哦 被賞好 那他所要的東西就是通用的上古神器啦 好不好 可以不要一直叫嘛 真的很吵 誰一直叫啊 下去 吵死了 哦 我就死在我們家樓上 欸不是啊 暈在我們家樓上算了 不理他 一直在那邊哀哀叫吵死了 好不好 所以說呢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神器呢 三顆丟回來我們這邊 我們先坐這三個傳送門各一個 好不好 待會我們出去 看到就直接把他馴服了 傷害跟他的機能是如何我就不曉得啦 總言之先坐再說 然後想一下哦 啊對了 還有呢他這個鞍啊 我們 昨天 欸不是昨天 我們上一集有抓這一隻嘛 天空的石舊獸 他這個英文翻譯應該叫做天空吧 還是叫上天 啊 其實 不知道要怎麼翻譯比較好啊 反正呢 就把他叫做天空的石舊獸好了 啊 這隻天空的石舊獸 其實他也是可以裝鞍的啊 裝鞍是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這個好處是 可以讓你的防禦率增強 應該是這一個 哦 這個鞍在這邊 哦 裝上去 防禦力加250 哦 加減還是有用啦 這是 有種比沒有好的概念 你知道嗎 好 我們給他裝看看好了 那我們現在是裝完這個鞍之後 我們就準備出發 哦 繼續探險 哦 有沒有比較強啊 他裝上去也沒什麼太大的改變啊 上面也沒有鞍的樣子啊 不過就防禦力加250 哦 好吧 算了 OK 那我們今天依舊一樣繼續探險啊 然後前面有一隻這個 阿拔的 假龍 哦 直接把他吃掉 通常這種小型的恐龍 我就先暫時捨棄啊 因為這種小型恐龍抓了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啊 尤其是阿拔 因為阿拔就是 基本的能力數值上升啊 比如說攻擊速度 移動速度上升 沒了 那頂尖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頂尖可能會有一些 特殊的功能 或是特殊的招式也說不定 那阿拔的基本上都先掠過 直接把他殺了 或許他們的一些阿拔的血會比較好 像是這個也是 直接把他弄死 哦 我們就拿他身上的血 因為這些血之後還 之後還有很多用處要用阿 人拿就盡量拿阿 多收集一點 這是可以濃的阿 欸這什麼 哦哦哦哦 南方巨獸龍 頂尖的南方巨獸龍 哦好酷喔 哦還有這些小小傢伙 自不量力過去找他送死欸 哇超酷的阿 阿那邊咧 這隻是石舊獸 或是阿拔石舊獸嗎 頂尖的石舊獸 那邊是一隻嘟嘟飛龍嗎 一般的嘟嘟飛龍 那個就應該是用我們的那個傳送門訓服 好危險喔 我們先抓哪一隻好阿 欸那邊有一隻會發 發紅光的這個是 哦 這種的 這種的就是 最原始的 這個要怎麼訓服阿 這個是要怎麼訓服 我突然忘記我想一下喔 還是我搞錯了 因為官方有說過 這個好像是沒辦法訓服的 他應該是不會想上來打我吧 嗯 對他氣消了 我們直接靠近應該是不會怎樣吧 拜託別殺我喔 哈囉 一個人嗎 他寫磁信 阿這不能訓服 這不能訓服 他沒有 他不是野生的 把他殺掉 哇這個傷害 哇這個有點硬阿 哇 還好他煩我沒有煩很多阿 死捏 死吧 我要給東西超多的欸 我來看一下 我剛才看到他給我藍圖 還有這個 喔 這一個 這個是製作 製作模樣道具的材料阿 喔原來這是打他 噴出來的阿 我看一下這個道具的材料是 是什麼 好像是這個的樣子 欸對真的欸 欸是嗎 不是吧 還是哪一個 是這個嗎 他上面寫靈魂 阿沒關係 反正我們留著之後一定用得到 我們還打到什麼阿 這傳說本是剛剛自己做的吧 喔大型的經驗值藥品 哇還有大型經驗值藥品 哇打到這個 傳說級的 哇 直接加5000多防禦紙 穿阿 好酷喔 打到神裝欸 這個又會噴神裝阿 這麼屌阿 有了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他的血了 太棒了 還有還有掉什麼 好像貌似沒有的樣子欸 哇這麼厲害 讚喔 阿我們剛剛那隻南方巨獸咧 我說我要馴服那隻南方呢 體型那麼大應該不會 欸找不到找到找到了 這隻是我的啦 頂尖南方巨獸龍 來吧 決鬥吧 完了看不見 決鬥吧 一發入魂 是不是 是不是很屌 來 剩下交給我了 走開阿 不要卡到我阿 乖乖聽話 好這個是吃肉的吧 好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來 18 對這是吃肉的 喔 有了 待會就起來了 可是我現在沒有他的鞍 有點小小的尷尬一下 喔 起來了 兇殘喔 我們看一下我們有沒有好了 打一下GI GI 好沒有喔 太棒了 先把他傳回家好了阿 阿 阿 其實這個我覺得還蠻適合玩多人的 我覺得蠻適合玩多人的阿 這什麼 喔我怎麼突然lag 易特龍版本的 阿法 易特龍欸 唉唷很酷喔 來來來 既然我們抓到一隻紅色的南方巨獸龍 現在來一隻紅色的易特龍 阿 阿 阿 OMG 不要 不要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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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停停 不要殺他 不要殺他 我們要他 哇 他差點死欸 我的天阿 拜託聽話好不好 還殺死掉了 幹白癡喔 你幹嘛把他殺掉了阿 我要設定一下我們的 不要設中立了 我們把他設成被動 我們設定一下他的那個情緒阿 看到主人被打就一窩蜂想要尻死敵人 這樣不行阿 這什麼 欸那個巡鹿欸 把他殺掉把他殺掉 喔 把這種特殊的巡鹿殺掉 什麼都沒給 之前看那個留言有人說那個巡鹿是那個 那個巡鹿是聖誕老公公的那個 魯道兵 阿 巡鹿叫魯道兵 之前不知道 現在現在我知道了 好不好 這隻也蠻酷的 所以我想抓 抱歉 好了 你是我的玩具了 回家 掰 Say goodbye 他被傳走了 好像那個洛克人 啾 一個光速就往上飛 消失了 哇 不要又刮了啦 這個聲音超恐怖的阿 散步什麼被刮什麼 欸那邊有黑暗的 那隻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哇好大隻喔 哇塞 等一下這邊的恐龍 好恐怖喔 綠色的霸王龍也出現了 剛好我看到 有沒有綠色的霸王龍 會毒的 太誇張了 我來這邊清一下好了 欸我lag我lag 然後那邊還有一隻 沒有辦法抓的牛龍 這個牛龍的血量也有點恐怖阿 我在想要不要抓這隻霸王龍 因為我是覺得他顏色蠻好看的阿 對啊感覺蠻屌的 雖然 雖然就是當花瓶用啦 就是 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但是我覺得抓他應該蠻值得的吧 欸他過來了 算了 就抓吧 反正也是傳送帶回去 我不知道會不會卡住就對了 可以吃這塊大腿肉 阿對你不是吃這個 忘記了 sorry 不要這個很難獲得 給他吃阿爸血液好了 有了 我要吃兩個阿 這麼挑食 欸不是這麼挑食 是這麼貪吃 好吧那再給你一個 起來吧 呀 乖乖的回家 聽到了沒有 好 在家裡等我 在家裡等我 等下我要去制裁那隻牛龍 在那之前前面那隻飛龍我還蠻想要抓的 那隻顏色好漂亮喔 哇他們都超會飛的有沒有 看一下 嘟嘟飛了 我們boss級的 我剛剛那邊看他有一隻 三小 走開 那邊又一隻霸王龍 你看這邊又在跳華爾滋啦 打光連華爾滋 阿爸的 喔這個顏色好漂亮 我好喜歡喔 先把射下來 超級有勢的那一種 來來來這隻我要了 把他弄死 快跑快跑快跑 呀 這顏色很讚喔 我喜歡 白偏紅 這時候就應該要直接丟這個阿爸傳送門給他了啦 有沒有 馬上入手有沒有 等一下喔 齁 我可是 可是有點吵阿 我覺得 欸這什麼馬阿 欸這個是馬阿 欸這個是什麼東西阿 等一下這什麼東西 啊哈哈 欸欸牛龍哥等一下等一下 牛龍哥不要殺我喔 這可以抓嗎這個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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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欸 大哥我死掉了 把他弄死 升七七 你剛剛怎麼弄死我 的 現在要換我弄死你 喔先把 把他先先 先除禍害阿 禍害先解決掉 再去找那隻奇妙生物阿 弄死你 來啊 我覺得我應該頂一下攻擊力了 不然打不贏 好 喔呦傷害變高了喔 欸啊我那隻噴火龍怎麼那麼生七七啊 解決掉解決掉了 欸噴我了噴噴我哥不要生七七啊 來來來我先幫你傳回家 好這樣比較安全 我要是讓裝備爆光了有沒有 這邊的恐龍 這什麼 這一般的 OK 那隻神秘生物在哪裡 神秘的生物 你不要跟我講你死掉了喔 好吧我已經放棄尋找了 剛剛我有回放一下我的那個紀錄錄影的紀錄檔啊 那一隻看起來就像是一匹馬上面 騎著一隻猴子 有沒有一隻猴子騎著一匹馬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個很奇怪的聲音來源應該是他們啦 就是 他們那兩隻發出的聲音啦 所以下次如果 我還有 聽到這個聲音的話 那個東西應該就在附近了 到時候我們有機會再抓他吧 因為他現在可能已經被殺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找不到 非常的可惜 好像已經被殺掉了 啊這邊怎麼會有 啊怎麼會有一隻阿法在這邊睡覺啊 班龍耶 算了不理他 把他咬死好了 拿一下我們要的材料 三個血 然後有看到前面這個越來越近了 有看到這一隻 這隻這麼大隻的這個有沒有 這隻呢 把他殺掉也是可以拿到很多道具啦 他也是不能馴服的 我覺得我們先把他給殺掉好了 因為剛才我看到前面有一隻我想要抓的啦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我想要抓哪一隻 先把這隻殺掉 應該是可以殺的掉啊 應該咬得死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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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只要他不要噴到我就好了 我靠 我又聽到聲音了 該不會那傢伙在附近吧 哇 我的輔衝把他撞死我超強 哇真不愧是 我的輔衝超猛的耶 他剛剛怎麼又聽到 呱的聲音 該不會真的在附近吧 我才剛講而已 然後聽到呱 快出來啊 不要再躲啦 呱呱呱大哥 不要再躲啦 呱呱大哥 打工地在呱 就沒看到還在那邊呱呱什麼 可惡下次一定要想辦法找到你 好不好 然後現在這邊打到這個藍圖 然後還有什麼 我們手套 這不是 這是之前的 我們剛剛有沒有打到什麼東西啊 這是之前的 我剛剛記得有打到防具啊 等一下那防具 也不是在這身上 應該是只有打到藍圖而已啊 對啊打到製作藍圖啦 然後跟 一些 奇奇怪怪的東西吧 因為剛剛跳太快沒有注意看 白藍配的霸王龍有沒有看見 這個就跟我是同 跟我是同個屬性的啦 天空 就是天上系列的啦 這是天上霸王龍啦 這個我要 這個我一定要把他帶走 不過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只是要把他帶開而已啊 對啊 我怕我的攻擊把他咬死 這有點困難喔 這有點困難喔 把他引過來 對了引過來就對了 Lucky來 快過來這裡齁 聽話聽話 好乖好乖 好乖好乖好乖 我站在遠一點的距離 那邊又一隻飛龍了 不要理他我們不要理他 來 來 制裁你的時間到了 來吧 哇這隻好漂亮喔 我好喜歡喔 這種配色很猛耶 感覺就是 就是那種 突變的那種感覺 異變形態 這個應該是要給他吃那個藍色的飼料 就這一個 阿媽起來了 到時候來做他的鞍 好吧我覺得我們今天先差不多抓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先回去了 好已經逛夠多了 有招一堆在想辦法找到那一隻奇妙生物吧 好 我們的RR在這裡 攻擊 喔三萬一 噔噔 喔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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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蹦蹦 右鍵怒吼 噢 叫聲依 叫聲依舊震 震 震震出我了 真不知道這個還好沒有跟以前要有流血傷害阿 好像沒有的樣子阿 失去原有的流血傷害了嗎 不過他這隻沒有怒氣子阿 所以說不會被反咬的倒還好 還是母的呢 好看之後有沒有機會給他孵化成一顆 就是讓他們交配孵一顆新的 新的頂尖南方巨獸的蛋阿 不知道會不會 不知道行不行的通阿 不曉得 好不好不管了 然後我們現在再看這一隻 他的腳超好笑的 好這隻是我目前為止算是最喜歡的一隻吧 真的看起來超炫炮的 在哪裡阿那個安在哪 在這裡 超級酷炫好嗎 哇這個顏色我超喜歡 可惜你不會飛阿 咚咚咚咚咚咚 一樣是龍洗阿 龍洗 直接消失 C劍 一樣是跟那個 我們的天上 天上司救獸一樣阿 兩種龍洗 還不錯還不錯 還可以還可以 好酷好酷 我們恐龍越來越多了 到時候應該會直接擺到山上了 我們這邊已經放不下我們這些大型恐龍啦 好不好完全擺不下了 哇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隻 其實我喜歡 超喜歡的 飛龍也不錯啦 就是太吵了 不會想去動他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那下一集呢 一樣是會繼續抓其他生物 然後呢其實他這個模組裡面還有一些召喚的 應該是說必須要靠召喚才有辦法召喚出外的恐龍 到時候我們會一一去挑戰 像打倒他們可以獲得一些道具之類的吧 好不好那感謝各位收看 如果喜歡影片的左下角一個訂閱右下角一個 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 再繼續我們的 方舟 原始 恐懼模組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字幕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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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願